大家好,谢谢你们今天又花时间上来听这一堂课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身体知识的平衡感 那先从我们的头跟肩膀开始讲起 头跟肩膀非常重要,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半身的知识不好,我们下半身就会跟着改变 上半身的平衡感,不管是在站坐走 我们的头跟肩膀的知识可以影响到我们下半身的知识 所以呢,今天要从头让大家再开始学习 头要摆在哪里,要怎么样去平衡我们自己的知识 头跟肩膀要怎么样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轻松 而没有被压力或拉力所影响 而造成我们的头痛、肩膀痠、脖子疼的这些症状 好,那从我们先开始来看一些基本的解剖学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颈椎的结构 颈椎的结构呢,它有七节 七节呢,第一第二节最重要的是它很特别 它呢,第一节呢,是有两个 我们这个叫做condyl 它是让我们能够在上面滑动 而且是前后滑动 那这个前后滑动呢,我们头骨在上面呢 可以说是这个动作,yes,前后滑的这个动作 第二节呢,它也非常特别 它在第一节的下面 那它的交接点呢,让我们能够有左右转的滑动的功能 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说不是这个功能 OK 那再来呢,下面五节呢,就是承受压力 所以为什么常常退化都是在下面季节 那它的旁边呢,有肌肉接的 它的里面呢,它还有韧带 还有血管,这颈椎还要保护我们的血管 然后里面的中枢神经 在这里呢,每一节中间有肩盘 这颈的肩盘 那整个呢,就是我们的颈椎 我们的头骨在这个颈椎上面 如果颈椎的滑动不好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如果颈椎的活动不好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平衡感 我们这次不好的时候 会先失去我们的弧度 这个弧度呢,一失去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头的压力 头是8到12磅 这个8到12磅的头啊 在长期的往下看,往前 还有它的压力 从第三到第七节 是承受压力的 那在肩盘呢,因为地心引力 加重量,就等于退化 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甚至它会盖化 看它的活动就会变得不好 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的活动不好的时候 我们第一第二节还是没有被影响到 因为它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 当你长期之下不知道你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有退化的时候 等你去看X-ray或照MRI的时候 已经觉得它退化骨刺已经长出来 那个时候请不要紧张 OK,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定型的 不要Panic 除非它压到你的中枢神经 我们说骨头中间 这个是中枢神经 从头脑经过下来到你的中枢神经 那这个中枢神经呢 如果你有骨刺 你会压到它的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左边右边 它有control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在每一个部分呢 我们颈椎啊 有包括这个管头的 眼睛的 眼睛觉得色色的啊 常常流眼泪啊 这些有可能是神经已经被影响了 你的allergy 你的鼻子过敏 或是你的扁条线啊 或是你的thyroid 甲状线的问题啊 这些都有可能是神经已经有一点damage 甚至心脏跟肺部 第六节 它有一些神经是到心脏跟肺部的 不是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表面的感觉 在手 手的感觉 手指头 这些每一节都有它自己的管区 我们今天所有最重要的平衡感 先从哪里开始 从头开始 OK 从头开始呢 就得先把我们的姿势改了 我们常常到网上 如果你是打一个cellphone stand OK 如果常常滑手机的话呢 请你呢 上网买这些东西 不管是给你的cellphone 或是给你的laptop OK 我们都建议高一点的 直接放在桌上的是可能低了一点点 当你坐正的时候 一般呢 这个你的头还是往前跟往下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大家都挑那种 adjustable 就是它可以在桌上还可以再高一点 而不是定在那里的 OK 有一些是有个stand 你可以看这个中间这些 这有些是站起来 从地上站起来 或是从桌上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加高一点 甚至比你一般看的时候还要高 为什么呢 高一点的好处是 你就会把你的头给抬起来 会更高一点 而不会往下看 那有些人有standing desk versus sitting desk 你的standing desk呢 很好 如果你有调 你的萤幕还是得高一点 你的手还是要有90度 很多人的standing desk 他们的手反而也跟着高 它并没有放下来 没有轻松 所以你要 make sure 有些这些standing desk呢 它的萤幕还是要再加高一点点 因为它的设计呢 我们手如果是正确的位置 我们的萤幕还是低了一点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可以 你的standing desk 还是recommend大家都把 萤幕再抬高了一点 OK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些 要讲的在颈部 常常大家会做的 大家上网 你随便打一个massage tour 我相信你们有电动的 有不电 不是电动的 是手压的 这些东西要用的时候呢 要三思 如果只是像刮沙啊 这些东西啊 那是没有问题 表皮上 可是在颈部呢 因为颈椎 它很特别 它旁边 它包着我们的血管 然后里面还有神经 还有它的肌肉都比较细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用这些玩具 最好是在比较大一点肌肉 像肩膀肩骨 或是在手背大腿这些 在肩膀的 在脖子的时候 尽量少一点 OK 那这一些呢 很多 我会介绍一些 比较简单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的 我们常常说脖子呢 你不只要正确的姿势 你还要练它 OK 练的时候可以用这些 elastic band OK 弹性带 那按摩那个只是 暂时暂且的舒服 OK 练是要 拉也要 所以我们今天会 勾出一些基本的 身体的拉跟练 OK 那这些按摩的 器材 都可以有 如果你没有疼痛 当你有疼痛的时候 请不要用 OK 这个是我 这几年发觉 还不错 可以用的 但是你需要上网 去看一下 它的形态 太多种了 它的大小 不一样 所以呢 每天呢 因为我们的头 都抬起来 这么久 这几个小时内 如果你每个小时 躺个五分钟 绝对对你的脖子的 curve restoration 会有很好的好处 所以我会建议 花一点钱 在这个躺下来 所有的弧度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最便宜的呢 可以用一个neudle 你知道那个小孩子 浮在水上的那种neudle OK 这些都有帮助 我们的知识上 非常重要是要练 你要练你自己的身体 常常靠墙壁 我们常常说 我常常请你们大家 靠墙壁 最简单是靠墙壁 你的肩膀跟耳朵 整个你的两个肩膀 跟你的头是靠着墙壁 你的头左右转 跟上下看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呢 练习 知道你那个方向感 那个感觉 然后再往墙壁 离开墙壁 站一步 and 你离开墙壁 站一步的时候呢 就可以 让你自己呢 习惯那个方向 所以如果人家叫你的时候 你的转的时候 你的习惯就会一样 常常很多人会忽略 他常常有头痛 肩颈 脖子 不舒服 和腰栓 背痛 我常常会提醒病人们 如果 脖子出了问题 那 他的中枢神经 被影响到的时候 会影响到 四肢 甚至会有 四肢 麻痹的症状 如果 只是在腰的地方 腰椎的中枢神经 被影响到 那可能 最糟糕是 半身麻痹 但如果是在 颈部的话 可能 可以造成 四肢痰痪 请不要忽略 自己长期的 脖子酸痛 腰酸背痛 肩颈 脖子痛 所以 改我们的知识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 Change your habits Change your life 当你的知识一改 很多东西 都可以改变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图呢 告诉我们 我们头的知识 如果是直直的 一直线 我们的肩膀耳朵 是一直线 它的重量 10到12磅 是不会增加 但是只要往前 倾斜15度 它的重量 就double 再往前 再倾斜多 重量就达到 三倍 或是四倍的重 往往 我们不自主的 忘记了 在某些知识上 看手机 看iPad 忘记我们的重量 持续的压在我们的颈椎上 会造成 不必要的压力 和渐渐的退化 今天呢 我们来用一些家里 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 一袋米 或是 拿一个 Zibuot bag 里面可以放 红豆绿豆 黄豆 都可以 还有我们家 可能你家 会有看到 这种一根 这种东西 应该常常都会有啊 好了 我们先开始做这个运动 做这运动之前呢 先把你的头背姿势给改了 先挺胸 头抬回来 肩膀往后拉 然后把你的脖子往后到有点缩回来 到像双下巴 然后再把这个重量放到你的头上去 这是开始的动作 整个姿势都好的时候 开始左右转 只转头 你的肩膀不动 你的头还是直的 如果你的头往前倾斜一点点 那这个袋子就会掉下来 然后现在往前 然后再往后 OK 前后呢 只有这个下巴 往前跟往后到说到双下巴 然后左右转呢 我们再试试看一次 当你要转的时候 要make sure 你的肩膀没有在动 尽量把它挺的 然后直直的 还有转着 有些人都不知道说 他们转的时候 这个袋子容易掉下来 是因为他们习惯一转的时候 头就往下看 前跟后 要这个袋子在上面都不动 不是那么的简单 是要知道你的头是不是直直的 那完了以后呢 你说回来的时候 要感觉到有缩到双下巴 而且往后挤压感 如果头一往下看 这个东西就掉下来了 所以掉下来的时候 再重新一次 先坐挺起来 从头背 挺起来 挺了以后呢 再把你的肩膀往后拉 然后头呢 前后 缩回来到正中央 让你的耳朵 肩膀一直先 再把这个袋子放上去 OK 好来 那这样子 我们下一段要讲一下 我们身体有一些疼痛 酸痛 都从脖子颈子来的 那脖子颈子来 像这个 这个肌肉呢 会让你觉得 头上面有头痛的感觉 那叉叉的地方呢 是肩膀的这些小肌肉 这些小肌肉 让你传出来的感觉 是在别的地方 而不是在他真正肌肉紧的地方 这个都是我们常常有的 你都觉得他很深的地方 他不是浅浅的在外面 所以下一个 我们用这个工具 是勾住你酸痛的地方 是压的里面比较深的肌肉 所以你拿这个圆圆的工具啊 只是压到你痛点 往下压 然后你动你的头往下看 所以你就往下看啊 回到中间 在往下拉的时候 这个 定点式的压力都没有变 头呢 侧左 OK你就先侧一边 左边 先侧左 连续几次 当你连续几次 侧左 转左 连续大概三次以后呢 你再转另外一边 只要你压的地方没有动 你就可以在比较深处的地方 那你幻边都是从脊椎出来一点 在肌肉的地方深度的地方不是在脊椎上 所以出来一点往下压 你的头直直的往下看 你会觉得有拉扯感 第一层的肌肉会有拉扯 再来是深层肌肉 这个你的手力呢 是很稳的往下压的 所以你就有一个好像有个东西压在你那个酸痛点 这压的肌肉呢 是在比较酸的地方 所以当你在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 他蛮深的一个 拉力跟压力 让你呢 会觉得有一些 舒缓的感觉 来我们再看一次 从侧面看 你的头侧一边 你可以侧左侧右 看你压的是哪一边 你压的时候呢 是把它用力往下 所以你在转的时候呢 你的手力不动 只有头在动 头在转 往侧边 往下面 往前面 往下面 非常重要 所以压的那一点呢 是会让你觉得有 舒缓感 就是你会觉得酸酸痛痛 紧紧的 那这个呢 都是对的感觉 只要没有刺痛 或是没有感觉到身体别的地方有酸痛 那那个时候就要看医生了 那最后呢 要给大家保健的姿势 就是回到 每天都要拉筋 适当的练身体 时时刻刻的好姿势 跟营养 要均衡 和定期的检查 今天这一刻我们讲的是 上半身 颈部的 姿势 头的平衡感 可以造成全身的姿势有改变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就马上 去试着练习 这个影片可以多看几次 谢谢你们花时间上来学习 怎么样让你自己有更好的知识 来预防以后的疼痛 这一次 请大家ada 试试